教人的老师跟教新的老师 那最高境界是什么?教新的老师 台湾慈祭志工高明志老师 带领团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司堂 跟教育团队分享如何提升教育与人文素养 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老师 尤其是在带动课程的老师 不管是带动游戏也好 带动课程引导 证实问题也好 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到位的讲师 来给我们做现场示范 打破课版的教学模式 体验游戏更能带动学生 透过游戏不管是自己游戏过程当中 他遇到的困难 或者他自己碰到的挫折 或者他获得了成功 他的那种喜悦 让他可以自己自觉感受 让大家能够去掉了我值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呢 我们有三个人把那个数字号码 凑好了就蹲下来了 可是蹲下来以后 就不能再站起来 可是其他的伙伴们 其他小组的伙伴根本凑不起来 就浪费掉了很多的人力 所以这一个游戏呢 就是要不要那么的自我 要分组不分心 大家要有立体流离同心缘的精神 一开始我们的分数是很差的 后来团队其实讨论 讨论以后呢想到一个妙法 然后我们就跟着去做 然后大家有默契以后就是越做越好 其实这个就是上人讲的 公子 公事 公行 法要能够入心 然后法才能够入心 那在亲子班 我们任何所做的一切 都是由我们的心 所左右 所影响的 也因为我们有这个法 而我们心态的改变 才能够把这个教育 能够做得更好 父母与老师是孩子的模范 透过鼓励与耐心陪伴 引导孩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工 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